1888年8月7日 查尔斯来倩尼尔凌晨3点40分 走在伦敦的白教堂街道上 此时他正要去上班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坦在人行道上的女人 这是哪 这是臭名昭著的伦敦东区 19世纪的伦敦东区混乱安泽程度 那比现在的印度贫民窟是有过之而无几 见到这个情况 查尔斯觉得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喝醉了坦在那而已 此时第二个人影出现了 她的名字叫做罗伯特保罗 罗伯特善选就想把这个年轻的女士扶起来 还做个简单的救助 但是查尔斯立马上去阻止了罗伯特保罗 查尔斯认为最好还是离开着 别管这个喝醉的女人 在查尔斯的劝说下 罗伯特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就跟着离开了 就在他们前脚离开后 一名叫约翰·尼尔的警官来到了现场 他提着一张马灯照亮了那个女人 他注意到了查尔斯莱切米尔和罗伯特保罗 在昏暗的城关中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 一堂黑色的液体从女人的脖子下面 慢慢地扩散开来 这个女人并不是喝醉了 而是已经死了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 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莲花杀手 刚刚宣布了她历史性的第一次胜利 在接下来的七十多天里 伦敦将笼罩在她的恐惧之中 大家好 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鼻音的up主 旁边是侦探小仙 开摊手杰克是世界上十大奇案之手 无数专业人士和业余侦探 都倾注了数百万小时来解开这个谜题 但即使如此 今天仍有很多疑问 比如说凶手是如何在伦敦繁蛮的街道上作案的 而从未被抓住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谋杀 为什么这个开坛手杰克 在1888年11月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然了 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开坛手杰克是谁 对于这个问题 我是没有肯定的答案的 不过在影片最后 我经过一系列的资料分析 还是会给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非常有利的候选人 一个人们在谈论开坛手杰克案时 从来不曾提起的人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开坛手杰克案 第一个受害者 是中年妓女 马里安尼古拉斯 她的脖子几乎被完全割断了 刀的刻痕已经升级颈椎 腹部被刺了多刀 刀口都被凶手 巧妙的隐藏在了衣服下面 她没有任何的血流出来了 有啊 脖子上的血其实已经流到大马路上了 所以被警官看到了 就刚刚杀料不久 对 在一个多星期以后的凌晨 另一个妓女安尼查普班的尸体 在汉姆伯里街被发现 和马里一样 安尼的脖子几乎被完全割断了 第二次杀人 明显是这个杰克更熟练了 更疯狂了 而且更享受了 为啥 因为安尼的尸体几乎被疯狂的肢解了 她身中39刀 其中9刀划过咽喉 凶手还把她的内赞拿了出来 就排列在她身体周围 所以 对 非常变态 所以在第一次案件的时候 大家叫她杀人凶手杰克 为什么大家称它为杰克 报纸给她起的名字叫杰克 先是有杰克这个名字的 一开始没有开坛手这个名字 一开始是叫杀人凶手杰克 第二次凶案发生以后 大家就叫她开坛手杰克了 短短9天内 两个无辜的女人被残忍地杀害了 伦敦人民是被吓坏了 但是其他地方的人民可是被她迷住了 为啥 因为他们不生活在伦敦 反而对这个暗黑的角色比较感兴趣 对 开坛手杰克也是第一个登上全球报纸头条的莲花杀手 这个开坛手的杰克也是从这次报道中 这个名字也是这个报道中被人们起起来的 人们对这个开坛手的兴趣也开始飙升了 数百封信件像雪花一样涌向伦敦警察局 他们都在声称自己是开坛手杰克 好奇怪的兴趣爱好 我也在想为啥呢 后来有一点提醒我 有什么能比专程一个精神病人莲花杀手更能出名的呢 对吧 那时候就有小红的人 对这个时候就博流量了嘛 对不对 但是绝大多数信价都被确认是恶作剧 很快啊这个东西很简单 不过其中有一封信件 被警方认定是真正的开坛手杰克写下的 这封信被称为来自地狱的信 为啥警方这么确定啊 这封信一定来自开坛手杰克 我可以告诉你啊 就是它与笔记分析啊 邮出啊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原因比这个简单多了 这封信和半个人的圣赞一起送来的 诶 又杀了人 在安妮查普班被杀12天之后 两个受害者在一个小时之内相继被杀 伊丽莎白·斯特莱德是第一位受害者 伊丽莎白的死因和前两个人一样 脖子几乎被割断了 但是她的身体其他部分却没有被动过 这点很奇怪 伊丽莎白是完整的 警方认为啊 开坛手杰克在杀死伊丽莎白之后啊 准备进行下一步动作 突然被打断了 就导致开坛手杰克不得不逃离作案现场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 一个小时之后的另一极误杀案 凯瑟琳·埃德斯 她的尸体在45分钟之后被发现 就像安妮查普班一样 尸体被直截了 她的腹部也被切开了 她的几个内脏器官也被掏了出来 排列在她的身体周围 但是这一次啊 开坛手杰克还花了时间 把手杰克的脸给毁通了 而且一些器官从现场消失了 包括一个完整的圣赞 到这儿你有没有好奇一下 为什么随意信件送来的是半个圣赞 另一半去哪了 吃了吧 炒妖子 你有变态的潜质啊 我只能按照变态的思路来思考 就是警察其实也想知道半个圣赞去哪了 但是他们看了信以后就立马放弃了插找 因为凶手直接在信里面说 安妮查普班的半个身段真美味 果然炒腰子了 对 好 最后一个不幸的人是玛丽 不幸发生在9月9日星期五上午 与其他的案件不同的是 他是在离街不远处的一栋楼里的一个单间卧室里被谋杀的 根据一份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犯罪答案 这种隐蔽和相当隐私的环境 让开坛手杰克更加沉迷于他的扭曲的行为 据估计啊 他花了大约两个小时在尸体上 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残骸 不用怀疑 我有现场的照片 但是相信我 你一定不会想看现场发生了什么 现场那个景象 比那些什么欧美的雪疆片 雪腥恐怖电影 可是雪腥多了 绝对是瘦身加贫 其实从8月第一起谋杀案开始 伦敦警方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开始调查了 数千名伦敦人接受了询问 约300名嫌疑人被调查 80多人被带去问话 当然没有人被定罪 到现在多达500人被指控为开坛手杰克 其中一些人非常匪夷所思 却又合情合理 比如说一个记者就指控 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 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阿尔伯特王子是开坛手杰克 原因也很简单 他和一个白教堂的妓女 有一个是私生女 因此他感觉到了威胁 这个丑闻如果败露了 那他可能会威胁到他继承王位 于是这位王子开始消灭 所有知道他安三小秘密的人 这个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 电影名就叫开坛手杰克 当然这个猜测缺少证据 下面我就根据我查到的资料 逐个的抽丝剥茧的来调查一下 这起发生在130年前的悬案 首先 阿尔伯特王子这个人 根本就不符合凶手的特征 开坛手杰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就是五名受害者都在一个 一英里的区域内被杀了 这说明真正的开坛手 就应该生活在这个区域附近 而且他非常熟悉白教堂的街道 就像熟悉他家客厅如何到厨房一样 在小说和电影中开坛手杰克经常被描绘成贵族 但其实更有可能的是 他是一个来自白教堂的普通工人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不是很打眼的人 对 我也这么觉得 可能长得也很普通的 然后身材也不会特别高大 对 甚至是人们看到他身上有血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种人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五个人都是在网上被杀的女人 而且他们都是妓女 对不对 有可能妓女是因为比较容易下手 女性比较弱一些 也有可能是开坛手杰克本身对妓女有某些心理需求 加上这些因素应用于开坛手杰克 就会有一些候选人开始脱颖而出了 好 这儿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嫌疑人 Laser Uppery Laser Uppery是一个绰号 翻译成中文是皮革围裙 其实第一起谋杀案发生后 警方询问了玛丽安尼古拉斯的许多朋友和熟人 在这些调查中有一个单词反复出现 Laser Uppery 皮革围裙 这是一个绰号 是白教堂的妓女给一个男人取的绰号 过去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受过他的威胁 据说 他穿着一个特别的皮革围裙 腰上还别着一把又缠又宽的宰猪刀 真的是屠夫吗 他不是屠夫 伦敦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是当地的一位制鞋将 约翰皮泽 为啥他会有这种打扮 第一 是当年的制鞋将是要穿皮革围裙的 现在那些修鞋也都会穿 对不对 但是他那个又缠又宽的宰猪刀是怎么来的 就不知道了 皮泽是第一个嫌疑人 也是首嫌疑人 首先是皮泽是当地人 而且他还是多起性侵案的凶手 最重要的是 他还有袭击他人的前科 很难找出 有他这么完美的嫌疑人了 曾经有前科 有杀人前科 有强奸前科 有恶语先行案 还有这种 符合这一开探手捷克行为的 所有完美的动机 但是可惜的是什么 警方的资料最后显示 这是直接在警方资料里的 不是我推理出来的 约翰皮泽在两起谋杀案当中 都有不再谈证明 所以最终 约翰皮泽被排除了嫌疑 另一个被经常提起的名字 叫做詹姆斯梅布克 他是利物浦一位著名的棉花山人 在最后一个开探手捷克 受遇害人遇害不久之后 詹姆斯梅布克 被他妻子谋杀了 这一点就很好解释了 整个案件最离奇的地方 就是谋杀案为啥突然结束了 那么梅布克虽然是在发现 他丈夫的真实身份后 就杀了他的丈夫吗 关键证据在詹姆斯梅布克死后 一百多年浮出水面 一本詹姆斯梅布克自己的笔记本 这本日记本是 利物浦一名山人叫 迈克尔巴雷特发现的 他声唱是朋友送给他的 日记里面详细地记录了 无起开摊手捷克谋杀案的经过 非常详细 详细到如何肢解的 如何杀害的 如何解剖的 为什么第三个受害人 只杀死没有解剖 都记录在里面了 里面还提及了两位 从未约此案有过联系的警察 当然啊 凭一本有一百年历史的 突然出现的日记 就确定有史以来 最可怕的连环杀人凶手的身份 那显得太草率了 于是呢 巴雷特就将日记本提交进行检测 分析发现啊 日记是真正的 维多利亚时代墨水 写在一本 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笔记本上的 而且啊 它还包含了一些 大量的信息 与梅布克本人的生活相符 所以有人就觉得 这长达一个世纪的悬案 看起来要终结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迈克尔巴雷特却自爆了 他承认 他与妻子伪造了这本日记本 一下子这件事情急转直下了 这就是在线吃瓜 然后这瓜保熟吗 保熟 然后翻转了 对 又翻转了 对 又翻转了 的事来了 又来了 一年之后 也就是1993年 一块维多利亚时代的怀表被发现了 怀表的内盖上刻着梅布克的名字 开弹手杰克的首字母 五名受害者的姓名 以及我是杰克的字架 瓜又翻转了 然后那这个东西是谁发现的呢 没有说我没有查到谁发现的 但是发现了 而且有没有那个表的照片 警察发现了 其实是民间调查者 我知道你在想啥 肯定是伪造的 对不对 但是两位专家对表进行了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这块表不仅可以追溯到正确的年代 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 而且内部的雕刻 至少也存在了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要知道 直到1992年刚才那本日记才被发现 梅布克才被列为是嫌疑人 所以巴雷特是歪打正着地 伪造了笔记本 还是巴雷特缓称自己伪造了日记本呢 我觉得日记本怕是真的 它缓称 但是它迫于某种压力 什么压力呢 不知道呀 可能是梅布克的 清清楚 反正这个原因我们不知道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 下面是现代科学的力量 在2019年世界各地的报纸都自豪的宣布疯狂的报道 臭名招嘱的杀手 被称为开弹手杰克的恶魔 终于被现代法医抓获了 这件事情是由一篇学术论文引发的 该论文声称在凯瑟琳·埃多斯 也就是第四名受害者的披肩上 发现了一个不明的DNA 经过DNA测序 它与一名叫做亚伦·科斯明斯基的亲戚有关 也就是说亚伦·科斯明斯基就是开弹手杰克 其实他很早就被警方列成是开弹手杰克的嫌疑人之一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追查下去 因为亚伦·科斯明斯基在1888年10月份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了 果然是个精神病 对 历史上的亚伦·科斯明斯基是一个偏制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两种精神病 偏制人格和精神分裂症 而且谋判案发生的时候他就生活在白教堂区 并且他在1888年11月份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个也能解释开弹手杰克为什么神秘的消失了 对 突然间就不犯案了 对 所以啊 科斯明斯基一直都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凶手之一 现在这篇论文算是一锤定音了 不过很多人站出来反对这个结论 他们反对的声音或者他们反对的证据也很坚定 或者是也很实锤 为什么 因为这个DNA测序用的是线立体DNA 而不是细胞核DNA 而线立体DNA是可以被成千上万的人共享的 关于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可以找另外一期时间单独谈一谈关于线立体的阴谋 所有人说他不精确 不过不仅如此 有人直接就质疑这片围巾这片披巾是真实性 他是不是真的属于第四名受害者凯典林埃多斯 毕竟大量的证据其实在二战中遗失了或者被损毁了 好了 各位观众 你可能已经开始看到一些规律了 对于每一个看似合理的候选人都有一个同样合理的解释来打破他们的嫌疑 事实是 几乎每一个你提到的犯罪嫌犯都有相同的情况 就不止上面说的这三个人 每一个都有 好 我在视频开头就说了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推理和解释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查找了那么多资料后 一个被我们完全忽略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个人不是丸子 也不是贵族 他毫不起眼 以至于刚才我已经提到过他了 他也出现在了视频中了 你可能没有多看他一眼 但是细想又觉得这个人是非常突兀的 好 让我们回到开坛首齐克第2 玛丽亚尼古拉斯案 你注意到没 这个女士的谋杀案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和大多数受害者不同啊 她的尸体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不但没有进行虐待 凶手还花时间把她的伤口掩盖在衣服下面 而其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故意将残忍的画面暴露在外的 这是一个小细节 但是它很有可能是有巨大的影响 犯罪学家认为 马丽亚的谋杀案为什么比其他来的温和一些呢 其实是因为捷克还在学习 还在习惯这种行动 这当然是一种可能 但如果这种残爱没有那么严重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凶手没有时间完成的 在视频的开始后 我告诉你 查尔斯在上班的路上偶然发现了马丽亚尸体 对吧 警方报告里就这么记录的 那不是我瞎编的 也就是罗伯特保罗的角度来看这个场景 情况就有所不同 我的意思是想一想 保罗实际上看到的情形是 查尔斯站在一具被谋杀的尸体盘 他会不会是开弹手 如果是的话 当他听到罗伯特保罗靠近的时候 他是会逃跑 还是原地不动的假装干干发现尸体 那个不让保罗移动女子尸体的小细节 也不是我编的 这也是警方报告的原文 如果他是凶手 他肯定知道只要保罗接近马丽亚尸体 就会发现女子被谋杀的事实 那他们两个人肯定都走不了 并且在这件谋判发生几天之后 查尔斯都保持低调 既不向警方提供线索 也不向媒体爆料 直到罗伯特保罗向新闻界提出 还有一位目击者 查尔斯 警察找上门了 查尔斯才向警方提供了证据 即便如此 他还用了另一个名字来作证 查尔斯·克罗斯 克罗斯是他继父的姓 他的继父在几年前去世了 有可能他只是经常使用 但也有可能他想掩盖自己的行踪 不幸的是 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 当时警方从未认为 这个人是嫌疑人 所以没有对他进行调查 作为一个生活在白教堂 普通工人阶级 我们只知道他的地址 达夫顿街22号 还有他的职业 他是当地一个叫 皮克福德的公司的 送肉车司机 也就是屠夫 他很合要求 对 那他11月份之后去哪里呢 他还在正常工作 没有线索 因为警方不认为他是嫌疑人 所以提供完他的职业 住职以后 证词以后 就没有再对他进行调查了 你想 虽然没有太多线索 但是这些细节就反映出来 我们刚才说的东西 作为一个送肉车司机 也就是屠夫 他通常是要处理这些尸体的 这就是个很好的理由 让他身上即使有血 哪怕全身都是血 到处游带 大家也不会怀疑他是杀了人 而只会认为他 这祸杀猪不小心 不仅由此 如果根据他的家庭住址 和他雇主的地址进行绘图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会在凌晨经过 白教堂凶杀案的所有地点附近 所以在我看来 如果130年前 有人把矛头指向查尔茨 也许这个案子 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 我们今天也就不会谈论 神秘的开坛手杰克 但是他们没有 现在 大部分经历过开坛手杰克谋杀案的人 都已经去世100多年了 而与此案有关的大部分警方答案 都在二战中被毁了 今天开坛手杰克已经淹没在历史中了 这个史上最残忍最可怕的凶杀案 凶手却要逍遥法外了 想想看 不管开坛手杰克是谁啊 他一定有过朋友同时情人 成千上万的人 肯定和这个史上 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擦肩而过 甚至坐在一起对饮过咖啡 想到这一点 才是最可怕的 谢谢收看